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到 叶小姐 到了 好的 明白 是持杀吗 叶小姐 陈总找你 喂 童童 别进来 这这个局 这里 淳珊 喂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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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董事会 林董事长生前规定 参加董事大会 一律不得带保镖入那里 周末 你留在这儿 林小姐 我不信他们敢跑怎么样 如果有危险 就还行 林小姐 带你去会场 带你去会场 林小姐 我会认识到了 童童 快跑 过来 你吃点 你 晨晨 你在哪 抱 别伤害他 童童 别伤害他 童童 你们先干嘛 你们先干嘛 眼下 你爸意外去世 这么大个集团 总不能让一个瞎子打理吧 我们几个叔叔 商量了一下 免为其难 替你打理 这个股份转让协议 我劝你尽早清了 免得毁了你爸 一手创立的红副 我要是不签呢 我要是不签呢 进了这个门 可就由不得你了 我看你们谁敢乱来 这可是红副 放开我 童童 童童 放开我 童童 我的股份全部给你们 就你那点股份 还不够午餐压份儿的 让他闭嘴 请 吱吱 吱吱 放开我 吱吱 如果有危险 你就按下了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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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你走 放 放开 放开 你走 放 放开 我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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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看你这么孝顺 我就替你烧给你爸 我都烧了 不要 不要 爸 还给我 还给我 爸 都弄 爸 爸 你连你爸最后的尊严都守不住 你还能守住什么 不要 不要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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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是的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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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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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 林小姐 麻烦了 快 拦住他们 别让他们离开房间 快 去那边 他们 别出场 快去找了 别出场 你穿黑衣衣的跑到人去了 救命 救命 你是 那天找见我家的那个人 你在说什么 你是 杀我爸的袖手 站住别跑 别别别 只要你开口 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说 我要你死呢 放开我吧 童童 别过来 他们在这儿 你生了爸爸 不要 你生了爸爸 是你 林小姐 你醒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回来以后就再发烧 烧还没退 这是医生开的药 快喝了吧 我不喝 你给我出去 你敢这么对我 你被解雇了 这你可说了不算 我受你父亲的委托 拿的是他的钱 你 你要解雇我 得让他活过来跟我签解约合同 你 你胡说 我爸怎么可能雇你 你这个杀人凶手 周末 我出市面上三倍的价格给你 想要你替我好好保护彤彤 这是五年的款和合同 听见了吗 你不会连你父亲的声音 都听不出来了 你再怎么狡辩也没有用 我是亲眼看见的 林小姐 你要如何才能相信我的 证明 怎么证明 啊 救命啊 别受伤了 快来人啊 去看看 来人啊 大小姐 马上了 对不起 疼 证明 怎么证明 疼 林小姐 您是有未婚夫的人 不能迟总不在 就这么对你的保镖吧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自己托 要么我替你托 好 吉尔 好 怎么 又不好意思了 好 你的心跳很快 你在害怕什么 第一次被女人抹 第一次被女人抹 我当然紧张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果你不是你那个人的话 你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道坝 我不仅这儿有道坝 这儿也有 还有这儿 你们做保镖的 身上有几个坝很正常吧 来 再谤谤这儿 我刚才在泡沫里面的银行 那两个人都不过去 你这儿有蛮夹的 你这儿有蛮夹的 这儿有蛮夹的 你这儿有蛮夹的 你这儿有蛮夹的 到时候彤彤看到 他都瞎了 能看见吗 再说了 我们仨都这么多年了 就算我在你房间 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的呀 你还是先去看看彤彤吧 他今天下的也不行 这个我自己处理 我就不 我来吧 彤彤 彤彤 你怎么来了 你的烧还没退呢 雨薇 你也在 雨薇是帮我拿药过来的 你受伤了 有没有严重 没事 皮外伤 都是你啊 身体还没恢复 要好好休息 陈珊 我来找你 是想让你帮我抱歉 抱歉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爸爸去世那天 有个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后来被我伤了之后逃跑了 我追他到三楼的时候 看到他 掐着爸爸的脖子叫他去死 我怀疑那个人 就是新来的保镖中 虽然我还没有缺席的证据 但是 他的声音和给我的感觉 和那个人一模一样 而且他有那道疤 叔叔去世之后 我们检查过了 家里所有的监控都显示没有可疑的人 叔叔去世时的书房 当天也没有任何人去过 报警 我们让警方查什么呢 杀人啊 我爸的死肯定跟他有关系 童谋 我知道叔叔的死 你很难过 但是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 已经证实了叔叔是死于心肌梗塞 如果真是有人闯进来 我们也没有证据能证明 他是杀死叔叔的人的 我的直觉一向狠着 爸爸不会就这么走了的 童童 你要实在不喜欢周末 我们就把他辞了 我再给你换一个新的保镖 不 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 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 童童 你放心 我是一直站在你这边的 不过现在 你眼睛情况特殊 医生也说了 你那一拽 导致了脑部出息 压迫了视觉中枢 你现在该做的 就是按时吃药 好好休息 最重要的是情绪稳定 才能让身体尽快恢复 是啊 童童 你要快点好起来 这样叔叔才能走得安心 还好有你们 还好有你们 说出去世时的书房 当天也没有任何人去过 我怎么把他忘了 说出去世时的书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想干什么 就算你什么都不说 就算他们都说你不是那个人 但是 我知道你就是杀我爸的凶手 我要是的话 你不害怕吗 我要是的话 你不害怕吗 怕 你要是无牵无挂 你还会害怕吗 只要我还有一颗鸡子 我一定会找到 你杀我爸的胜君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陈珊 陈珊 彤彤 你来得正好 你帮我把书柜上面的监控拿下来 监控 陈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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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这个吗 你的手这么凉 你害怕了 陈珊 陈珊 想多了 我一直体寒 一年四季都是如此 没想到陈叔叔 在这里还放了监控啊 这也是我无意中发现的 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 陈珊 雨薇 你们帮我看看 这个监控里面 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人 尤其是 周末在不在里面 陈珊 怎么了 彤彤 这个需要躲卡器 家里有吗 在我房间的抽屉里面有 好 我去哪 我去哪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人哪 来人 怎么样 有吗 没有 叔叔去世那天 这个房间除了他之外 没有别的人进来过 是吗 彤彤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叔叔的死 真的是意外 别的地方检查过了吗 楼梯那儿的监控呢 楼梯那儿没有监控 除了这个监控我不知道以外 其他监控我们多查了 什么都没有 彤彤 那你还知道 有别的监控吗 就等一天了 你也累了 先别想了 送你回房休息 卡尔 迪薇 把卡给我 监控 你不相信我 主要是 那天的视频我根本就没放 再说了 周末可就在我们身后站着呢 我怎么可能让他看到 你找人去书房换了遗嘱 后面还把老头子 还是给我吧 拿去吧 自己好好确认 省得你不放心 你我要是都不放心的话 还能放心谁啊 知道谁对你好了吧 请不咬你真不是人 把我捆在你家一天 现在才回来 你就不怕我被饿死吗 要不是你非拦着我 我至于保你吗 林伯父是你情家的仇人 你去给他女儿当保镖 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到你要干嘛 我能不拦着你吗 你放心 我不会用你的身份回来 我是在担心我自己吗 我是在担心你 对了 你这次去拿到那份资料了吗 自从林伯父撞见我以后 他就把资料转移了 既然 他唯一能证明 他恶意收购秦家的证据没影了 他也死了 那你还能怎么给你爸 和你们集团讨回公道啊 放过自己 好不好 周末 你的身份 我可能还得再用几日 秦莫瑶 你还要干嘛 林伯父最疼爱他女儿 可能只有他女儿才知道 可能只有他女儿才知道 但他现在咬死了 我是杀他爸的凶手 我得回去 先取得他的信任 再讨回收购资料 秦莫瑶 那盲女千金可不是个擅长 你别在他手里了 你别在他手里 林小姐 你醒了 你竟然做什么 迟总交代我 在你醒之前 床头放一只新鲜的白玫瑰 还要把咖啡给你准备好 肥巧风味意识频配 双分浓度拿铁 八十五度水分 我不喝 你给我出去 有你最亲爱的父亲 和最信任的未婚夫作者 林小姐还是不相信我吗 你别想混过去 看不见的人感觉最灵敏 我的直觉不会错 林小姐还真是叫 既然看不见 就不应该用自己的眼睛 去看一个人 而是要用自己的心 你干什么 带你去吃早餐 你去吃早餐 不用你再 我自己也会走 小心 林小姐要好好保护自己 才能让你的父亲安心 我去吃早餐 彤彤 你小心一点 快过来吃早餐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 吃事呢 说是处理股东的事 一大早出去了 彤彤 你现在行动不便 我把三楼那间 靠近电梯的大套房 给你收拾出来了 你到时候进出也比较方便 这两天我也住进来了 也方便照顾你 雨薇 谢谢你替我想得那么周到 这几天要不是由你照顾我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熬过来 你跟我还说这些客套话呢 快 喝粥 你跟我还说这些客套话呢 你跟我还说这些客套话呢 快 喝粥 林小姐 粥有些汤 你还是小心点吧 对不起啊 彤彤 刚刚差点烫伤你 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你跟我还说这些客套话呢 周末是林国傅 安插在林心童身边的人 迟早坏我的事 得尽早把它处理了 你想办法把它引出去 其他的 我来安安 对了 彤彤 我昨天碰见王妈了 王妈 有件事我其实一直没想明白 你说王妈在林家 坐了这么多年 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呀 我本来昨天想听你问问他原因的 但他好像特别匆忙 我们没聊两句 他就走了 王妈跟了爸爸追求 爸爸的死说不定他知道些什么 彤彤 你在说些什么呢 雨薇 你知道王妈现在在哪吗 我倒是问了地址 好 那我去找他一趟 周末 你敢不敢陪我去 我是林小姐的保镖 当然林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走 雨薇 你把地址发到她的手机上 啊 扶我 你们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嗯 我自己可以 我只是暂时生命 又不是废了 啊 又要干嘛 积安全带 林小姐不必紧张 我对你没有意思 我看你没吃早餐 配自己吃热牛奶 你要饿的话就喝一点吧 不用你一座坏钱事 我也不想管 无奈你爸出了很多钱 我也是拿钱办事 开车 是吧 开车 南无尾 很快 木工 都熟了 要不用进行 开车 还有多久到 还有一个路口 前面停车 我们走过去 其实现在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说什么 你肥仪现在就推我一把 不止到了路中间 把我留在马路上 让我被车撞死 这样不就没人怀疑你了 你让我停车 就是为了试探我 马上就到王妈家了 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 你竟然怀疑我 你怎么就相信 我带你去的一定是王妈家呢 倒也不少还知道留证据 林小姐 我要是想杀你 我有一万次机会 更何况你眼睛还看不见 但是 谋财害命不是我做人的准责 你不再是胡闹 你会把爬发生 你都没关注 我 我 你都没关注 你 我是 林星彤,你不是一直都高高在上的吗? 现在,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了。 到了。 等等,有点不对劲。 怎么,马上就要被拆穿,心虚了。 不如你现在就告诉我什么? 你是不是傻? 我要是怕的话,还会带你来吗? 我进去看看,你来到这儿别动。 这回拿好了,有危险就按一下。 我等会儿就出来。 小叔,小叔。 我将快走。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大小姐,我们在你家门口可是等了好些天啊。 今天你好不容易落在我的手里。 你觉得我轻易的让你走吗? 你们想要什么? 你们红富集团所欠的债,你未婚夫不还。 我只能找你的集团继承人啊。 他欠你多少钱? 你说个说,我让他们给你们。 小叔,小叔。 你当我都傻了吧。 还给你机会通风报信啊。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说我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谁派你们来的? 我说,我真不知道是谁。 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在这等。 只要你进来,就不能让你站得出去。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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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救命。 救命。 你。 臭娘。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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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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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谁呀。 别管我是谁。 你要动他,你得先问问我。 好大的口气。 上。 你。 你受伤了。 林小姐。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林生。 撑住。 坚持一下。 有我在。 这一次也不会有事。 。 喂,赤山。 什么? 你是这么保护他的吗? 为什么不送去医院? 他不愿意。 我已经联系他的自然医生,快到了。 周末,他上升了。 池山。 你不要这样,我害怕。 我让你想办法把那个周末引出去。 你怎么把他也治不去了? 还好他没出事。 他要是死了。 我们的所有计划全都抛腾了。 那我能知道他会突然冲过来一伙人吗? 再说了。 要不是因为林兴鹏, 我能这么轻易地直开周末吗? 不过没想到那个周末能为他这么灵敏。 看来他更不能溜了。 我倒不这么认为。 林兴鹏现在咬死周末就是杀他爸的人。 那我们就让他一直怀疑下去。 只要他死定周末就没有经历管集团的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开展我们的下一步计划了。 但是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又是你给的王八地址。 我爸他会怀疑到我们身上。 那还不简单。 那几个人既是讨债的, 就索性把所有事推到那几个老头身上。 狮子多了不配养。 我没你这个巡尸, 还真的不行啊。 那是当然。 你把他带着干吗? 赶紧带了, 必然迷人发现。 我就戴。 他都瞎了, 他能发现吗? 再说了, 他都霸占你这么久了, 我戴他的订婚戒指怎么了? 我知道, 让你受委屈了。 你醒了。 以后你就住这里, 里面是我的房间。 。 林小姐, 你没事了吧? 我只是惊吓过度, 体力不支。 医生说你伤得比较重。 没什么, 这点伤不算什么。 我过几天就好了。 。 昨天还好有你, 不然我。 这都是职责所在。 只要有我在, 我就不会让你再出这样的事。 虽然保护我是你的职责, 但你也是因为我受了伤。 谢谢你。 。 林小姐突然对我这么客气, 我倒有点不习惯。 我可记得, 昨天上午, 你还说我是你的杀父仇人呢。 你舍命救我, 我很感谢你。 但这并不能说明, 你不是杀我爸的凶手。 林小姐还是不相信我。 一生说伤口不浅, 记得上药。 林小姐, 这是第三次交给你了。 事不过三, 你可要好好保管。 别再丢了。 由你最亲爱的父亲和最信任的未婚夫做成, 。 林小姐还是不相信我吧。 一生说伤口不浅。 如何能不顺风, 是否可以原谅。 深爱的人不在说谎。 但是, 毛财害命不是我做人的准责。 是一片困盲。 爸, 我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 爱指引的方向, 会不会是假象。 慢慢陷入无形的我。 我冤构不浅。 我冤构不浅。 告诉你 , 我冤构不浅。 我冤构不浅。 你怎么会跑去的? 你不是没有? 我担心呢 来看看你死没死啊 没死 赶紧走 秦莫瑶 我今天说什么 也要把你扛回去 两年前他出车祸 你因为救他差点被炸死 现在你又为他受伤 我看他就是克你 别到时候仇美报仇 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跟我回去 走 我跟你说过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的事我不管谁管 别废话 走 看你手 周末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刚在上药 不小心把椅子弄翻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 不能眼睁睁看他在这里 越陷越深 你干嘛 找你吃饭 不用你叫 我自己可以 你自己可以 那天还会被烫到 以后我会把东西 放在固定的位置 在你身体的正中心 沿着桌檐 一掌的位置 就是你的残盘 勺子在你残盘右边一掌的位置 事实变化无常言 水杯在你勺子的右上方 为了方便 以后我会把糖都放在杯子里 杯子就在你餐盘左边异常的为止 你只要找到这个空间感 以后你就可以试着自己吃饭了 你试试 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 把誓言都点燃模糊答案 爱能否带走我的不安 在对之中试探不想再过山 把誓言都说温柔和誓言 我做到了 没深圈听见你一关 你可以试试少找水杯 小姐 石先生回来了 还带了殡仪馆的人 说要一起商量一下临统葬礼的流程 好 你先带他们去慧客厅吧 是 林小姐 后天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事发突然 按照您的要求 我们选了三个位置比较好的目的 你要不现在 确认一下 彤彤 我觉得目的都差不多 要不然 让他们直接订一个吧 去吧 西山这个吧 在半山腰上方便开车进去 离这儿也不远 以后你可以经常去 对 那个风景好吗 很好 能看到海 就听她说的那个 好的 那林小姐 我们先去准备了 对不起啊 彤彤 没有提前跟你商量 我知道你是想找到凶手 给叔叔一个交代 但叔叔已经走这么多天了 一直躺在医院 也不是那么回事 还是应该早点入土为安 我都跟你说了 医院已经下结论了 你说得对 我不应该太偏执 早点把葬礼办了 好 正好叔叔的遗嘱 也该宣布正式执行了 我这两天约了王律师 让他把叔叔的财产都冬集清楚 我们就把所有的手续 都一起办了 爸 今天送你下葬 我才真的意识到 你离开我了 给你选的地方 说是能看见海 你看到了吗 当年 妈妈是海藏 你现在 可以每天都见到她了 你说好像一辈子陪着我呢 可我却 连你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骗子老头 我刚刚才看到她 谁知道她的地方 你可以不要 让她估计 我好想吃歌 对葬礼的事情很清楚 我爸的葬礼 是我亲手办的 你当时 一定很痛苦吧 我还记得 葬礼那天来了很多讨债的人 我爸欠了很多钱 他们在我爸灵前大声谩骂 扔鸡蛋吐口水采烂了花圈 还逼着我下跪 要我还钱 我妈还起出了脑衣心 那些声音 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你爸爸 是怎么过世呢 这么大一笔投资 靠不靠谱呀 放心吧 我这个战友不会坑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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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阳 我们家破产了 我找不到你爸了 我爸他想不开 我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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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 走走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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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 连小姐不必知道 阿牧 谢谢你 替我爸 had to find a good place 替我爸教了个好地方 应该的 快喝了吧 要凉了 池山朝起伴葬礼 看来是和林国父的死脱不了甘心 现在只剩他自己了 他又如何抱歉自己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会找到 杀我爸的凶手 你不怀疑我了 我说了吗 大小姐 怎么了 门口来了个人 说有东西让我交给你 什么东西 优盘 那人说什么了吗 他说周末不是周末 说您看了优盘就知道了 没头没脑的 周末 不是周末 这儿 你帮我看看 这优盘里有什么 哦 好 秦莫瑶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出现 雨薇 怎么样 里面有什么 这是一份保镖的个人信息 这个人的名字叫秦莫瑶 上面有他的身高体重 他之前是学心脏病学和心脏外科的 下面还附赠了一份他的体检报告 上面显示他做过一次手术 左下腹有一道伤疤 秦莫瑶 上面有他的照片吗 没有 他说周末不是周末 林小姐 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我的保镖大半夜找不到人 我想喝口水都叫不到人 只好自己出来找了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了 我睡不着 出去走走 你酒量好吗 我平时不喝酒 你打开左边的柜子 你这是 陪我喝酒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只是个保镖 又不是陪酒的 我们都是没有爸爸的人了 就今天 就这一次 好不好 你直接吃到 gebeurr 你不能喝酒 我死辣子 我说你不喝酒 不喝酒 我喝酒 你们不能喝酒 我们喝酒 我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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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喝酒 我喝酒 果不喝酒 你喝酒 不许欺负我看不见就不喝 必须全部喝完 继续 道上 干杯 这个人名字叫秦莫瑶 资料显示 秦莫瑶的左下腹 右到八 秦莫瑶的左下腹 适时变化无常眼里失去了光 该怎么去掩饰慌张 如何能不舍方 是否可以原谅 深爱的人不再说谎 谁又陪在身旁是一片哭骂 只能用直接去丈量 放开我 灵小姐 灵小姐 我喝多了 你这样做很危险 放开我 是你自己爬上来的 为什么要放开你 你要是敢碰我 我一定让你把牢底做出来 是你灌到我酒 也是你脱到我的衣服 你凭什么冤枉我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 我 我只是想再确认一下 你要确认什么呀 能让你又灌我酒 又脱我衣服的 你不叫周末 你叫秦莫瑶 对不对 你找人查我 我没有找人查你 是有人给我送来了你的资料 说你不叫周末 你叫秦莫瑶 你做过一场手术 左下方有一个把 然后呢 你就说你是不是秦莫瑶 是 你承认了 那我爸确实是你杀的 你爸的死 跟我是不是秦莫瑶 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没有杀我爸 为什么要用假身份 来我家做保镖 林贤彤 我可以发誓 我秦莫瑶跟林国父的死 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我为什么要用周末的名字 那是我的私事 我没必要跟你解释清楚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 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 你也可以现在就把我解雾了 不过你最好想清楚 你身边的人 是否真的那么值得信任 我身边的人怎么了 你说呀 我身边的人怎么了 你说呀 为什么要拆穿我 你究竟想干什么 是 是我干的 你待在她的身边 迟早有一天会穿帮的 你上次为了她受伤 之后呢 为她去死吗 你到底是为了获得她的信任 还是有了别的想法 不管我要做什么 都不管你的事 秦莫瑶 你以为我想管吗 媳妇把我当亲生儿子养大 我得对得起她 她走之前把你交给我 让我看好你 不让你复仇 但这些年 你执意为她的死讨公道 不惜放弃了医学深造的机会 还为这事多次受伤 我不能再违背义父的遗愿 卓墨 你要真当我是兄弟 就不要拦着我 眼下马上就有眉目了 不能再出任何意外 我在林家找到了一串数字 你替我去查一下 小植小植 我 胡 刘姐 大小姐您找我 什么事儿 她还没回来吗 还没有呢 林小姐这么着急找我 有什么急事吗 就是随便问问 你不是好奇 你身边的人怎么了 带你去个地方 敢不敢跟我走 我有什么不敢的 扶我 扶我 老妈 你把知道的都告诉她们 那天等我上去二楼的时候 您已经晕倒了 林董让我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当时现场茫茫乱乱的 围了好几个人 我也没仔细看 后来 池总就来了 大家就一块把你送去了医院 那我爸是怎么死的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送你去了医院后没多久 林董又匆匆回来了 说是要跟池总谈点事 他们就去了书房 我还给他们送了茶水进去 可是等我出来没多一会儿 就听见池总在叫人 我上去的时候 池总跟夏小姐 正在给林董做急救呢 我赶紧叫了120 可惜 已经来不及了 你是说 我爸死的时候 承身和雨薇在他的厨房 是啊 秦某瑶 你为什么要带我见娃娃 总有人觉得我害死了他爸呀 我也想还自己一个亲爱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道歉 我受不住 爸爸死的时候 雨薇他们就在现场 为什么雨薇说 书房那几天 除了爸爸没人去过 林小姐怎么无声无息就起来了 我正在换衣服呢 我什么都看不到 是你自己想太多 林小姐又有什么吩咐 我要喝酒 我可不陪你喝 要你看着我喝 让你看着我喝 你慢点儿 你慢点儿 我想了一晚上 也没有想明白 池山和雨薇 为什么要撒谎 林小姐 你就真的没怀疑过池山吗 池山 林董刚去世 她就着急着要下葬 而且那些股东偏偏把股份转让给她 而不是给你 甚至 在林董死的时候她也在身边 你觉得这一切 难道不值得你怀疑吗 不可能 池山是爱我的我知道 林小姐 你是没有怀疑 还是不敢去怀疑啊 不可能 当时一片快 池山是爱我的我知道 而且 她 她还救过我 前几年我出了一场车祸 差点被烧死在车里 是池山不顾危险救了我 要不是她 我早就不在了 林小姐 你就这么肯定 救你的人一定是她吗 我亲人看到的 她为了救我 后腰被割开了好大一个伤口 当我第一次见到池山 看到她后腰上的伤的时候 我就知道 她就是那个人 看来林小姐 一直愿意用伤疤来认证啊 秦莫瑶 如果我连你都可以相信 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一个 冒死救过我的人 而且过去几年里 她确实对我很好 那串数字查到了 是房产号 看来你要找的资料 很有可能是转移到那房子去了 另外 当时收购秦氏 是林国父的心腹刘远山全权操作的 如果到时候 我找到证据搬到林家 你又该怎么办 你 童童 你怎么来了 雨薇 你房间是有别人吗 没有 没有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没事 可能是我听错了 你坐 好几天没和你碰面了 过来找你聊聊天 童童 对不起 我最近确实是在帮池山盲集团的事情 所以忽略了你 对了 我爸书房那个监控的内存卡 是不是一直在你那儿 你能给我一下吗 童童 你怎么会突然问要那个卡呀 我们当时不都已经看过了吗 我们当时不都已经看过了吗 我这是想保存一下 毕竟那个里面 有我爸生前最后的影像 希望将来我能看见了 还能拿出来看看他 不好意思啊 童童 我以为我们已经确认过 那个卡没什么用了 所以 我就扔了 你扔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 当时是觉得 不想让你再想这个事了 所以我就 你确定找不回来了吗 对不起 我确实是扔掉了 那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这边 这边 林心同不会是怀上我们了吧 他怎么会突然想起来那张卡呢 对了 前两天他拿那个U盘给我 让我帮他看 里面是一个叫秦莫瑶的人 会不会跟这个事有关 秦莫瑶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事 那我怎么知道嘛 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名字耳熟 没有想起来是谁 是我当时 过来换医嘱那个人 怎么看来 林心同是从秦莫瑶那知道了遗嘱的事 所以怀疑我们 不对 你说林心同得到消息 周末不是周末 是一个叫秦莫瑶的人 难道这个周末就是秦莫瑶 好一方万一 你去查一下那个叫秦莫瑶的人 有意思 让你去查一下 什么事 让你查一下 那个事 凭 scen 是我 田某阳 你有没有那种黑客朋友 能查人底气的那种 你要查谁 夏雨薇 我待会儿正好跟那个朋友一起吃饭 要不要一起 我请你啊 查得怎么样 他就是来换遗嘱的那个人 也是几年前破产的情事集团的继承人 吃吧 什么东西啊 干不干净 毒不死你 比你每天吃的那些法师鹅干好吃 不信 你试试 你带他来干吗 你带他来干吗 林小姐想重金请你替他查个人 正好介绍你们认识人士 林小姐 这是周末 原来你就是周末啊 对 我是周末 让我摸摸你长什么样 你我说吗 我追着 女人的情人 梁就追着 我说你是周末 你我们拿着 走开 我说你 我直接买了 你不是刚才 我准备一下 你是不是 他说你 我fashioned 我还能尼一下 我还能拿过去的 我就是你 我los正的 我是周末 让我摸摸你长什么样 你个女人能不能坚持点 怎么现在我男人就动手动脚呢 那我也得知道他长什么样啊 万一哪天把你俩弄错了 错不了 我想你以后可能再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呀 话说回来 我爸好像是跟周末签的合同 不如趁这个机会你俩换回来吧 反正都叫阿末用谁都一样 真的都一样吗 我就这么一说你还来劲了 哪有你这样的动不动就跟雇主甩脸子 你想查谁啊 夏雨薇 我的闺蜜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查 我就想知道我爸死后这个人的资金出入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钱是我唯一能想到他会骗我的原因 可以 资料 这是他的资料 我能相信你吧 我是他最好的兄弟 你觉得呢 不一样 给我 你看 我来 你才提到你 事实 Engine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童童你去哪儿了 直升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跟阿末出去了一下 没带手机 你喝酒了 吃饭的时候喝了一点 为什么出去不跟我说 却山 你弄疼我了 没听朕塔说疼我 出去来着 我有话跟童童说 我就在门口 嗯 你跟他才认识多久啊 就放心大晚上跟他出去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却山 他是我的保镖 是负责保护我的人 我相信他 以后不准随便跟他出去 我是为了你好 我不是笼子里的鸟 我又选择跟谁出去的自由 你从来没这样跟我说过话 你也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态度对过我啊 对吧 钱阿东东 我这是太紧张你了 知道了 我以后去哪儿都会跟你说的好吗 好 我累了 先休息了 你给我出来 说吧 到底想要什么 迟总 我只是个保镖 我能想要什么呀 保镖 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的保镖吗 迟总找人调查我了 还问我干什么呀 我和你的目的都一样 林国父死了 林心同瞎了 我们不都是想趁这点机会 捞点钱罢了 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林国父还没死 你就找我换遗嘱 难道真的不怕被人发现吗 不过还好 他死得很及时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迟总 我知道你要什么 你也知道我的身份 不如我们合作 我不贪心 你拿的钱分我百分之十 怎么样 堂堂秦氏集团的公子 区区百分之十 够你胃口吗 我早就不是什么公子了 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百分之十 很多了 这种可以慢慢考虑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我们要的事情 不允许动达 尤其提醒一下 夏小姐 你对我的未婚妻感兴趣啊 你对她没兴趣 我对她有兴趣 有问题吗 如果我偏要对付她呢 最好不要 我这人脾气不好 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股份代持协议 林董对吞并情势 一直都十分后悔 在得知秦董去世后 她就决定 将她名下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都转给你 我以为 你会很有骨气地拒绝我 我为什么要拒绝你 她欠我们秦家的 还远不知这些 不过 她既然决定把股份全部给我 当初又何必费尽心机 吞并我们秦氏 难道吞并秦氏 是有别的原因 我只是林先生聘请的私人法律顾问 我的任务 就是让你签了这份股份代持协议 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帮你拿回来了 里面有红富联合第三方公司 做空秦氏后 低价收购秦氏的资料 现在这些证据都在我们手上 你一个人这么做 不就为了这个吗 怎么拿到了 又不开心了 行了 这事终于要结束了 喝一杯 是啊 这个事情 怎么就这样结束了 当然没有结束啊 明天我就陪你去找律师 那红富会怎么样 红富 当然是一无所有啊 我们可以起诉红富集团 涉嫌非法交易 再不及 把这一切都公开 让他们身败名裂 一报还一报嘛 这不正是你想看到的吗 要让你们家 当年经历的痛苦 都让他们长一遍 我不能这么做 他会受不了的 错的人是林国父 现在他已经死了 这一切得从长计议 秦温佑 你清醒一点 这些年你付出了这么多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 你就能解脱了 难道你要看着本该属于你的一切 落到别人手里吗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能这么做 秦温佑 你不想对红富出手 是为了林心同吧 你忘了义父是怎么死的 义母为什么会摊在床上 你又经历过什么 你还要半途而废吗 我没有啊 只是这件事情还有蹊跷 如果林国父真的想吞并秦师 大捞一笔 就不会在死前把股份全部给我 秦温佑 你是不是疯了 还是那个女人给你下笔药了 我先回去了 你还回事做什么 你去林家就是找证据 现在证据找到了 你还有什么理由 去给林家当保镖 因为 我要调查真相 我要明白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她果然是因为林心童放弃了计划 不能让这小子继续留在林家了 韩冬 莫瑶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现在鼻子可怜了 我闻到了你的味道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我来看看你睡得好不好 有你在外面守着 我每晚都很安心 我都很安心 林心头 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不会伤害到你 喂 林小姐 你让我查夏宇威的事 我查到了 什么情况 我过来接你 我们出去说 好 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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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大小姐您忘了 阿牧今天请了半天假 去看她母亲了 她临走的时候还叮嘱您 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 等她回来 那她回来你跟她说一声 我有事跟朋友出去一趟 是 我没有去 你还是要去到时候 你跟我说宇威的事吗 我说人物 à 你也别说的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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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这娘们儿还真没骗我们啊 虾是虾 别碰我 上来 听去 你是谁 翔宝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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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看谁 看谁 林大小姐 应该就是那女的吧 笑点声 等一下我会把她带到地下车库 你们知道怎么说吗 知道 就吓唬吓唬她 别打把那个保镖辞了呗 千万不要动手动脚 知道了吗 明白 对 那我们先下去等着 去吧 走 二位兄弟 二位兄弟 你们 想不想再多振一点钱呀 多振 大姐 可以啊 我 小姐 你不是警告过我别动她吗 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有你说得那么有能耐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啊 等你啊 林心童呢 他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你别紧张 我就是找人吓唬吓唬她 她在哪儿 她没事的 她在旁边的地下车库 你给我老实点 咬我 过来 谁 还 给我老实一点 听见了吗 细皮嫩肉的啊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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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女的 她脖子上有一个项链 钻石的 有一个蓝色桃仙 很闪 别的 我也不知道了 滚 你给我等着 走 老师叔 我不在 你别乱跑吧 田柏妖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没事 我再能 你把我哪儿去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丢下你一个人 在黑暗中试探 熬过这夜晚 把誓言都点燃 模糊大案 我能否 带走我的不安 等等 我要 轻点 轻点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只是让他们吓唬吓唬他 逼他把你辞退了 我什么也没让他们干啊 我 走 好 替我查清楚 到底是谁干的 好 走 放开我 别动 老师姐 你不要干什么啊 把他头发剪了 你别把我的头发 别乱动 你把我的头发 放开我 干什么 老师姐 你差点让我兄弟和我绝交 你说我干什么 那事还不是我干的 你知道我找你干什么 怎么 你见过我 把他衣服扒了 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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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实点你 不愿 我有钱 我把钱都给你 住手 你这是在干吗 我就是叫醒叫醒他 阿牧 你快跟他们说 那事不是我干的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打我 快 快 你给我老实一点 听见了吧 阿牧 我 我真的只是不过 这事不是我干的 你要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干的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 我脾气不太好 看来是我说的不够清楚 看来是我说的不够清楚 你要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干的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 我脾气不太好 看来是我说的不够清楚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了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滚 就这么放他走啊 他干那种龌龊事 你要和他一样啊 我这都是为了你 秦某瑶 你眼下这么护着他 但如果有一天他知道 是他爸害的你们秦家家破人亡 他还能信安理得地 接受你对他的好吗 那就永远别让他知道 秦某瑶 你会后悔的 秦某瑶 是不是疯了 那是他仇人的女儿 他竟然能为他做到这种地步 别哭了 还有你 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蠢事 为什么 你说我为什么 你让你见了个阿末出去 你都吃醋是什么样子了 你自己是看不到 你自己是看不到 可恶化她的情侣 你欺负到我突然来了 我奶奶什么都不做嘛 那也不应该用这么愚蠢的办法呀 他俩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吧 童童 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自己可以 我一直都没有问过你 我的房间 你住着还习惯吗 挺好的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 这段时间以来 我瞎了 爸爸去世了 鸡汤乱成一锅粥 都是你和池山在帮我处理 我从来没有过问过 最近我也好一些了 想问问 你最近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童童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为什么找人害我 我没有 你还想骗我 他们都如实说了 只是他们的女人 戴着蓝色桃薪暂时相恋 你别说你把项链也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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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童 你被骗了 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也不想瞒你了 你给我出来 我把所有的事 都告诉你 你把项链也扔了 我把项链也扔了 你把项链也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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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告诉我什么 说吧 童童 是谁跟你说雨薇有问题的 是阿末吗 是谁说的重要吗 我只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对了 我问雨薇 你那么急着出来解释做什么 我只是不想你再被周末骗了 我这两天一直在查探 今天终于有证据了 那你说说 我还要是 我现在就说 我自己想要 我自己想要 我这一天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我设定你 你能够 你很想要 我自己想要 你我吧 你这一天 我会想要你了吗 我自己想要你了 还让我暗中分割你的财产 不可能 他不是那样的人 彤彤 你太天真了 人为了私欲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 那那天那个事情怎么解释 那些流氓明明就是 那天是谁 把你带到那些小伙伙面前的 是 是他兄弟 对不对 阿末找人伤害你 然后再像救世主一样出现 又授意他们栽赃与位 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的 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顺便离间我们的关系 那你们为什么 不早一天跟我说 我们不是不想早跟你说 是看你现在很信任他 担心你万一知道了提前打草青蛇 不知道在情急之下 他会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情 我也是为了保护你啊 我也是为了保护你啊 曲珊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但我还需要时间 好好想一想 阿末找人伤害你 才像救世主一样出现 又授意他们栽赃与位 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的 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就是一个女的 她戴着一根项链钻石的 上面有一颗蓝色头心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 林国父死了 灵溪同侠 我们不都是想趁这点机会 挠点钱吧 葬礼那天来了很多讨债的人 我爸欠了很多钱 要我还钱 我爸还气出了脑衣心 阿末不可能会伤害我 他应该是有什么原因 林小姐 林小姐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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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冷暴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初雨刚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点 有没有伤到哪儿 秦莫洋 那天你救了我之后 好像从来没有问过我 我为什么会在地下车库 你难道不好记吗 你想问什么 只想说那些人是你找来的 还说你找他谈合作 想要骗我的钱 他说的不是真的对不对 你不用说 那就是默认了 我没有默认 只是有些事情 你不知道的好一点 是你跟我说的 保镖和雇主之间 应该绝对地信任 但是你从来就不肯 对我真正的坦诚 保镖的职责就是为了保护雇主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 我想要的 只是你的一个解释 如果你什么都不愿意说 那你可以走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我说 既然你不是周末 那你就不是我爸前来的保镖 那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合同契约 你 现在就可以给我离开林家 既然林小姐不需要我了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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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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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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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 彤彤 你怎么来了 彤彤 你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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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我就是做了一个噩梦 沐浅 爸爸走了 你跟赤山也说要离开我 你们会离开我吗 疼疼 我们怎么会离开你呢 那就好了 你先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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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那么值得心意 你就真的没怀疑过池山吗 林董刚去世 他就着急着要下葬 在林董死的时候 他也在身边 你觉得这一切 难道不值得你怀疑吗 你是说 我爸死的时候 陈珊和雨薇在他的书房 莱阿牧早就看到 他们俩背叛过的世界 所以提醒我生命的人有问题 难道爸爸的死 真的和他们有关系 是你跟我说的 保镖和雇主之间 应该绝对的信任 但是你从来就不肯 对我真正的坦诚 如果你什么都不愿意说 现在就可以跟我离开林家 赶紧 别碰我 林小姐不是要赶我走吗 怎么过来了 对不起 你说的是对的 池山和雨薇 我都看到了 你 能看见了 对 我能看见了 夏雨薇和池山背叛我了 我来时想问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阿牧 我爸的死是不是和他们有关系 你能不能告诉我 阿牧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们 他们 阿牧 阿牧 逗逗 别过来 是你 对 是我 你居然是那天闯进我家的那个人 我的确没有跟你说过 我就是那个人 因为我不敢 我知道 你始终不肯相信我 我不相信你 我问过你那么多次 你是不是那个人 你说你不是 我也相信了 结果呢 你爸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我杀了你爸 我为什么还会一直留在你身边 为什么 为了骗我的钱啊 所以到现在 你还相信赤山的鬼话是吗 我不信他 但凡我相信他 就不会再听到 你要跟他合作的时候 觉得你是有苦衷的 但现在看来 是我错信你了 所以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是吗 不然呢 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吗 说你们家破产了 一群人逼着你还钱 你为了钱 应该什么都可以做吧 你要钱可以来找我呀 可以试试看 你在我这执怒上 原来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么一个货色是吗 原来在你心里 如果你真的坦荡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承认 而不是因为的逃避 阴满 我承认 那天我去林家 是受池山的雇佣换遗嘱 我没有杀人 你说没有就没有 我可以拿我的性命发誓 林心同 这件事情太复杂了 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我怕你有危险 这么多天的朝夕相处 你难道真的没有感觉是吗 我没有感觉 我一直想找到 杀我爸的那个人 可是他一直就在我身上 有水 不是要证明吗 这感觉和那天的一样吗 林心同 你好好想一想 一直以来我对你说的话 你要真的觉得我是那个凶手 你现在可以去报警 我相信过你 可你太让我说 好 行了 别喝了 你难道不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吗 我知道 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我原本想 找到了新的证据 解决了池山的危险 却把一切告诉他 和明云就是这样 这样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本来你们之间就隔着血海深仇 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 你现在正好抽身出来 你现在正好抽身出来 解脱了 不管他怎么看我 我一定会站在他这边 现在他能看见了 对池山来说他的威胁更大 他就更危险 对 秦某友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 他现在知道你是当时去他们家的人 亲眼看到你和他爸发生过矛盾 堵定你就是杀害他爸爸的人 不管你现在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你明白吗 你干什么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大小姐 怎么了 音乐的王六师到了 师总他们在等您呢 知道了 你先帮我换衣服吧 好 那天我去林家 是收池山的雇佣换遗嘱 是真是假 艳艳你就知道了 王立生 可以开始吗 嗯 陈小姐 你再确认一下 根据林董的遗嘱 他名下大约有六千万的存款 还有五套房产 以及一些古董和车 都将归你 等等 你说什么 这么快的 这遗嘱不对 不会错的 这是林董最终的遗嘱 池山 你为什么说遗嘱不对啊 我的意思是 林叔叔是洪副最大的骨头 怎么可能没有洪副的骨份啊 王立师 细节你也确认清楚了吗 是的 这确实是林董在他去世前两天 最新定理的遗嘱 一直都保存在我这儿 资产细节我们已经核实过了 新定理的遗嘱 嗯 这里面会不会搞错了呀 彤彤 你再确认一下 这个遗嘱 池山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 我爸也有多少骨份啊 我不是啊 我是替你担心啊 你想啊 我跟你加起来 不到百分之三十的骨份 要是剩下的骨份 在一个人手里 那洪副集团 不就是别人的了吗 这是你爸辛辛苦苦 打下来的江山 怎么可以拱手让人啊 池山 王立师已经确认过 那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你赶紧让童童把手续办了吧 所以秦莫也要说 池山顾她来换遗嘱 是真的 林小姐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您就可以恩手印了 好 打拳 还有一点 王陵师 如果我爸不是 弘副最大的股东 那弘副最大的股东是谁啊 这个就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了 弘副的股权架构 你们作为股东 应该比我更清楚 谢谢你啊 王律师 您客气 那今天先这样 好吧 我送你 好 谢谢 童童 林叔叔生前没跟你讲过 他把股份给谁了 我不知道 但爸爸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童童 齿山 现在爸爸已经走了 遗嘱的事情也已经落定了 接下来 我们就关好我们的吧 林大小姐 怎么不认得我还不记得我的声音了 眼睛好了 眼睛好了 心就瞎了 周末 你来找我做什么 不会是来要合同违约金的吧 多少 我赔给你 林心桶 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 秦莫瑶不是为了钱 连替人换遗嘱这种事情都可以做吗 林心桶 秦莫瑶当时接这个单是因为他妈妈躺在病床上等着他去救 他后来发现换回来的文件是遗嘱 也觉得事情不对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池山 那他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说什么呀 说你未婚夫要害你啊 你们才认识多少天呢 他说了 你是信他这个一直被你怀疑是杀父之仇的人 还是信你未婚夫啊 至于那几个流氓的事 确实 人一开始是我找的 我只不过是想让他们吓唬吓唬你 逼你开除钱莫瑶 谁想到这两个臭崽子 居然拿两份钱让夏宇威钻了空子 那小子因为这件事 第一次跟我翻脸 你为什么要逼我开除他呢 为什么 他为你受过多少回伤了 我能眼睁睁地看他去死吗 不值得 一份工作而已 那么拼命干吗 你问我呀 还有他送给你的那条项链 那是他爸留给他的遗物 他平时碰都不让我碰 你倒好 直接给摔了 真有你的 不知道你 你不知道 那小子喜欢你 你不知道 是真的感觉不到 还是真的因为眼睛瞎呀 他喜欢我 他这几天 天天把自己灌醉就没清醒过 我是真看不过他被你这么误会 行了 该说的 我都说完了 还有 还有 这是你要的 夏宇威的资料 你爸死后 他账户流动资金记录 都在这里边 我们双方 彼此两清 最好不要再有瓜葛 就此拜拜 我 喂 我要见你 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 不是 你怎么来了 把他签了 这是什么 你的新合同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 你肯相信我了 三点 第一 如果我爸真是你杀的 你完全没必要冒充周末来到我身边 让我抓你的借性 第二 如果你真是为了那点钱 那你天天在我身边 完全有机会偷走印章 然后把我的钱都转走 但你没有 综上和我信不信任你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如此 那 第三点呢 第三 你喜欢我 周末说的 周末这小子 怎么 他是骗我的 没有 我喜欢你 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可以轻让吗 给我看看我爸最喜欢的 最早的衣柱 最早的原件 赤山应该已经毁掉了 我当时拿回来的时候觉得不对劲 所以我就拍照留底了 你爸要把所有的遗产 捐给信托基金 你每个月只能固定支领一定的金额 如果 你要是死了的话 所有的财产 将以公益的形式捐出去 他应该早就料到了池山接近你的目的不纯 所以 尽可能地不让池山伤害你 你觉得他会怎么伤害我 清泽 和你结婚马上离婚 分走你一半财产 重泽 让你像你爸一样意外死亡 他得到整个林家 你上次还没有告诉我 我爸的死是不是和他有关 你上次还没有告诉我 我爸的死是不是和他有关 是有罢酒吧 不然不会那么巧合 他换完遗嘱 没多久林董就去世了 他还着急催着林董下葬 只是 你爸爸已经下葬了 他杀人的证据就不太好找 我一定能找到证据 我不信一个人杀人 会没有任何证据 阿牧 我能看得见的事情 不能告诉任何人 在他们面前 我还是那个瞎子 你真的说服他 把秦莫瑶给开了 当然了 我费了那么大的劲 才让他怀疑秦莫瑶 自然要打铁趁热了 他已经答应我了 要跟他解除保镖合同 不过就这么把他给弄走了 你的猫鼠游戏 不玩了 我们现在最着急的 是要找到 红副最大的股东是谁 你 你怎么还在这儿 童童 你不是跟他解除合同了吗 对 我已经跟周末解除合同了 那这是 这是我新的私人助理 秦莫瑶 迟早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好不容易把那个人送走 为什么又把他请回来 你之前不是说他打算害我吗 那我们怎么可以轻易放过他吗 之前他只是我的保镖 很难在骗钱这件事情上 有太大的发挥空间 现在他是我的助理 应该会很快露出马脚吧 童童 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 他那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对付我 不是还用你和雨薇帮我吗 你们 我会骗我的 对不对 童童 我跟池山只是担心你 怕你会再有什么危险 你看他之前都冒用周末的事份来家里 还联合他的兄弟对付你 我们实在是担心你的安危啊 雨薇 你们这么怕那个秦莫瑶 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是我不知道的 哪有 怎么会啊 池山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有机可乘 我会守住凌驾的 提莫瑶 你就交给我处理吧 对了 过两天是我生日 你没有忘记吧 当然没有 那就好 这次生日我想找几个朋友一起过 我还等着收你们的生日礼物呢 好 要是能让太太离心 说不定就能从下雨为哪儿 跑到池山犯罪的星星 好 走 我可以做回去 你 ankle换了快 好急啊 我都不知道 我你走了 你走了 我都知道 你我天不得了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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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 疼疼 快起愿吧 许的什么愿 愿望 说出来就不灵了 疼疼 这是我跟池珊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说到礼物 最好的就是 池珊打算送给我的订婚戒指 我记得那个天然钻石可好看了 好羡慕啊 可是后来怎么找都找不到 雨薇 你有看到过吗 那个雨薇手上的那个 怎么那么像童诺说的那个呀 就是啊 我记得 上面好像是一个方形的钻石 雨薇 是不是就是你手上戴的这个呀 这好像有个事啊 看起来好像是 那个确实很像 你们说的一样 是不是就是这个 雨薇 石总 你快看看是不是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石总 你得帮童童看一眼 是不是那个订婚戒指啊 雨薇 就是啊 不会是偷的头晃了吧 是吗 谁知道了吧 你看看他这饭的 可是它是偷的 仙虚是太偷的 仙虚是谁的 不然就是了 你看这有个疼的 仙虚是哪怕的 就是了 这有这个大感情 怎么会这样的 原来怎么这样 好处 不要真是 说不处 我真是 我太简直了 童童 是你的那个吗 是不是 就是这个 真是这个 雨薇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对啊 童童对你有多好 我们都是知道的 你怎么连她的戒指都偷啊 是啊雨薇 这可是订婚戒指 你跟她那么要好 不会不知道吧 你怎么连结婚戒指都偷啊 就是 她刚二十多年的姐妹 她比怎么这样 不是 童童 当初是你 让我给你保管这个戒指的 我没有掏 你还没有掏 你都戴手上了 你还没有掏 不是 你还叫做 太嘴用了 我让你保管了吗 就算是让你保管 你也应该好好收着 而不是戴在自己手上 雨薇 这么多年 我的东西只要你喜欢 我都没有不给你过 你喜欢我的房间 我就让给你 你喜欢哪一件首饰 哪一件衣服 我哪一样不是想都不想 就送给你 这件事 这件事有什么要的 怎么会这样 这可是我的订婚戒指 你待在自己手上 难道你连我的未婚夫也想要吗 童童 别瞎想 不会有这种事的 雨薇 你说话呀 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满意 你还有什么东西想要的 你说呀 雨薇 看不出来你野心还挺大的 本来嘛 下人的孩子 眼界就是你 就是 就算当清俭胃养着也养不熟 见到点好东西 就忍不住 就是 就是 不要她留在家了 彤彤把她赶出去 就是 还说她干嘛呀 赶出去 你还站这儿干嘛呀 快走吧 出去吧 出去吧 出去 出去 快走吧 你快走吧 快走啊 快走吧 你把这个好影子 这么多年差这么多 根本就是白瞎了 快走 赶紧走吧 快走吧 你小哥 把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应该是别的地方 你这样 你真是白瞎了 别瞎了 林小姐的演技 倒也是挺好的呀 她们都在我面前演那么久戏了 我怎么能输给她们 既然都公开跟她撕破脸了 为什么不干脆把她赶出去 还让她住在你的房间里 你没发现吗 关键时刻 池山根本没有站出来帮她 你是觉得池山还会向着你 你不会以为 在你眼里 我看起来那么像 好骗的傻白天吗 我是担心你好了伤疤忘了她 你看清我了 我是说 夏宇薇多少也能发现 关键时刻 池山未必靠得住 我就是要逐步击破 她和池山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你这样做 就不会引起池山的怀疑吗 我就是要让她怀疑啊 我希望她根本猜不到 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究竟是信任她 还是不信任她 而且 看着他们心虚的样子 都有意思啊 敌人慌乱的时候 才会露出马脚 不是吗 你根本不知道 你面对的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 她可是连杀人都做得出来的 我不需要知道 她最好苟急跳墙地来杀我 这样我就有证据了 没心痛 你能不能不要任性 既然决定好了 我们要一起合作 我们又要跟你合作 秦某瑶 在我们的合约里 你只是我的助理 不要来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记住你的身份 你一定要用这样的语气 和我说话吗 是 所以希望你能尽快适应 给你打个赌 十秒钟之内 下雨温慧来求我 求我别赶她走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八 八 八 九 八 八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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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让人发现吗 童童已经睡下了 怎么 今天一出事就想跟我撇清关系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你今天刚刚被童童抓现行 还是小心点好 今天 还敢提今天 今天那样的情况 你一句话就不肯把我说了 那种情形我怎么帮你说呀 而且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让你不要带着他招摇故事 你偏不听我 现在说这也还有什么用啊 好在我已经把童童哄好了 你哄好了 你怎么哄他 我跟他二十多年的姐妹了 我自然用我的办法 那就好 不过秦莫瑶始终是个雷 她知道我们那么大的秘密 还知道我摆了她一刀 这次回来 保不及会跟童童说点什么 说不定 今天晚上的事 就跟她脱不了干系 那怎么办 我已经联系了一帮人 本来没想那么快对付她的 可她非要自己送上门来 什么人 你确定能对付得了她 小心 医生说你的身体已经好了 只是眼睛还需要恢复 你得按时吃药 我听池山打电话 他说他找了一群人 什么人 他想要干吗 我不知道 童童 我答应过你的 我知道的事都会跟你说的 你不会把我们的事 也跟他说吧 怎么可能 我有过一次教训 我还不知道错吗 快走 抱歉 去找任多的地方待着 你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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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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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童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雨薇发信息都跟我说了 是不是想接 要不要报警啊 你决定就好 我累了 先回去了 下次不准这样 你是在关心我 我是怕周末又来找我 说让你为我冰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你流了这么多血啊 没事 这都不是我的血 不是你的血 为什么要在停车场上下去 你知不知道我在 你不怕伤到我吗 对不起啊 是我的疏忽 我不知道你会陪他去 你不要凭借一时之气 打乱我们的计划好不好 我现在已经把彤彤的药换了 只要我们能够稳住他 就可以按照原定计划来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早就被他打乱了 快走 抱歉 去找人多的地方来着 你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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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 什么事 我觉得统统他 好像能看到了 你说什么 什么是我的事 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 我还不能确定 那就找机会确定一下 嗯 你等会出去的时候帮我把这个处理掉 他还是把药换了 他怎么可能完全投靠我们 不过是想两头讨好罢了 对了 上次那些人是池山联系的吧 他们是什么人 我不太确定 你都不能确定吗 那些人训练有素 明显是冲着我来的 要不是他们先撤的话 我也不敢保证我能全身而退 什么意思 这都不重要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跑 拼命朝着一个方向跑 我总归能拖住他们的 知道吗 我怎么可能再丢下你跑掉啊 万一你要是出事了 我 傻瓜 你跑了就去报警 也算是救我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么担心我了 我 我是担心你要是出事了 我没有人可以使唤 你放心吧 我不会出事的 我不放心 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对付池山 不然你一直都有危险 这个社会 请asionale赡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宁可追赖 那个社会 为什么不能如果想到 我来自个人 我来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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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自一位 我来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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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尽快给我找几只靠谱的股票 我要尽快把它当六千万花出去 那么大一笔钱突然就没了 你打算怎么跟他说 我需要怎么说 投资失败很正常 你觉得他是傻子吗 他会信吗 他不信也得信 趁他现在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至少把那笔钱 和他手里的几套房产搞到手啊 怎么了 有人进来过 我出去的时候 文件明明是这个位置 会不会是你记错了 不可能 我故意的 这个文件一直都是固定的位置 明明才出去几分钟 这么快的吗 这么快的吗 你说 你说 这个人会不会还在屋子里啊 你找我呀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找我呀 连我什么时候进来的你都不知道 就这点本事 还想转走林心童的钱 是不是太天真了呀 昨天的人是你找的吧 之前说好了要一起合作 转身就在背后捅我一刀 这可不是合作的态度呀 那你呢 你敢说童童生日会上的事 不是你挑唆的吗 夏小姐 我记得你之前找林小姐和好了呀 这么快就投靠了池总 你还真是忠心啊 你 本来想跟池总聊一笔大合作 既然彼此不信任 就没有聊的必要了 什么大合作 你想听 下楼梁 要谈在这儿谈 为什么要下楼梁 在这儿 我可觉得没有安全感 万一又被录音了呢 到这儿了 他没有 到这儿了 是吧 你也要也要 你都能让你到站了 我想听她呀 你都尴到站了 我真是想听她 你让她希望你能随意 我帮你们转走那笔钱 你打算分我多少 你有办法 这是我道上的朋友 他能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并且不会有任何法律风险 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 施总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针对我 难道是因为我替你换了份遗嘱吗 从始至终 我好像没有对你做过什么了 或者是你对林心头 秦梦瑶 你别想挑拨离间 我知道你们找了很多人 但是收费都太贵了 名片我放在这儿 做不做 你自己考虑 不过我劝你们最好抓紧 免得林心头发现了什么猫腻 可不是把钱还回去这么简单 伪造遗嘱诈诈骗犯罪 那可是不小的罪名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很危险 万一我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你被他们发现了 林心头 秦梦瑶 原来他们真的想让我死 原来他们早就进化好了 连保险都替我买好了 连保险都替我买好了 我把他们当作最亲的人 我把他们当作最亲的人 可是他们从一开始 就想让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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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心里难受 你就哭出来 但是你答应我 一定不要再干今晚这样的事 我会担心 也会怕 怕什么 怕没人再罩着我了 是谁来罩着我呢 是谁来罩着我呢 我罩着你 林心头 有我在你身后 你不是恐无疑人 十山 这么慌干嘛 那六千万 你没有交给秦梦瑶 介绍人来处理吧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查到林国父的股份 都给谁了 谁 林国父把股份都转给了一个 叫吴东月的女人 但吴东月只是替人代持 洪福真正的幕后股东 是秦梦瑶 赤总找我什么事啊 这么正事啊 我本来想收购洪福的股份 但是被人抢先了一步 是不是你干的 池总高看我了 我哪有那么多钱 你有 林国富把他名下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都转给了你 你现在才是洪富最大的股东 所以呢 股票又不是现金 我难道把洪富的股份 都给卖了 然后再拿钱收购回来不着 你当然不会卖股份 所以你套走了我的六千万 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池总好像忘了 人是你自己联系的 我可完全没参与 我怎么套走你的钱 人是你介绍的 你敢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介绍的人多了 个个都来找我要钱 那我岂不是赔死呀 这么说来 你要分我的那一份也没了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 你在装什么孙子 你是故意涉据害我的 我现在就报警 告你欺诈 好啊 报警 不过你得跟警察讲清楚 你怎么得到的这笔钱 对了 还有林国父的死 对了 还有林国父的死 你在我说什么 林国父的死只是意外 是不是意外 一查就知道了 地高心中毒还是能测出来的 你应该还记得下葬前 林心童保留了林国父的一里头发啊 我帮你拨号 这一局 你输了 欠我的钱 记账上 你确定他会上工吗 大概率吧 他今天已经心虚了 受苦 他真的去了 他其实一查就知道 地高心中毒二十四小时就分解完了 当时没有做血液和电解质检测 现在不可能查出来 更不可能通过头发查出来 我只不过是试探了一下 他就做贼心虚 太着急了 可是我们现在虽然确认是他做的 但要让他服发 还是要找到切实的证据 你那怎么样了 都查了 他的就诊记录正常 网络账户也一样 连对外联络信息和快递也都查了 没有任何购买和接收处方药的记录 那夏雨薇呢 也什么都查不到吗 或者他们有没有什么暗号 伪装成其他东西 非法买药是不是都这样 琳娜小姐 你当我是废物吗 我会不仔细辨别吗 但是 你爸爸定期有购买地高心的记录 那有什么奇怪的 我爸有心脏病 定期的会去医院开药 不过地高心是处方药 一次只能开一周的计量 没有切实的证据 也只能从别的地方入手了 你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的 嗯 纸巾 纸巾 谁 童童 是我 陈珊 你怎么不说话 吓我一跳 你怎么在这里 来找我的吗 我来找你拿回印章 印章 对啊 我的印章不是在你那吗 我有点用 我觉得童童 他好像能看见了 别动 你头发上有个东西 我帮你把它取下来 好 好了吗 好了 那你给我拿印章吧 我现在拿给你 不够远处了 你可得保管好 放心 雷小姐 你该吃药了 你怎么汉 stranded 潜婆 我 我 我 你看他 我 我 你说你事 没有 跟夫妻 你不是答应过我 你不会自己行动吗 我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 我很担心你 我只是 想快点找到证据 我不是说过 我会想办法吗 我不想你再替我冒险了 在黑暗中试探 熬过这夜晚 把誓言都点燃 模糊答案 爱能否带走我的不安 不安 在对峙中试探 不想再多闪 把实话都说 温柔和释然 这深圈 听见你的呼唤 你心痛 你这么做 我会当真的 时光消除遗憾 是否习惯 你的爱 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现在回答我 你可以慢慢想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 以后无论做什么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吗 你卫文留灯一盏 不再孤单 你命中 你是我的答案 这么着急来找我干吗 不要你别干了 现在马上跟我走 上次那伙人真是冲我来的 不然呢 他居然会花钱买我的命 你听我打听打听 我身材吃多少碗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周末 我没那么容易死 池山也不会舍得花钱买我的命 不值得 他们没有要你死 他们是要你生不如死 周末 你想多了 我这么多年也不是白练的 我还学过医 想要我残 没那么容易 那林心童呢 他天天在你身边 你难道就能保证 不会连累他吗 听我的 咱不再管这些了 你现在有洪富集团的股份 也有林国父诈骗的证据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不要再把自己配进去好不好 好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有什么急事啊 我慢点出了点情况 我得过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去 好 阿姨一定是想你了 你一来 他的血压和树脂就稳定了 下着我们买树花 再来看阿姨吧 好 当时 你一个人一定特别难熬 要不是我 估计他也不会倒下 当时在我爸的葬礼上 那些讨债的人 逼着我下跪 我妈一直拦着我 挡在我面前 她不让我跪 说这是我们家 最后的一点尊严 你跪了吗 跪了 在我跪下去的时候 我妈也倒下了 从到以后 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个没有感情 没有眷恋的人 我只有放低我自己 什么事都做 我什么活都急 只有这样 才能换上我们家欠的债 人不可能没有感情的 你现在有我了 秦某瑶 我会照着你的 你的身后 不是公衣人 你说过 如果想哭的话 就哭出来 会不会让你好受一点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这样就好 你为什么愿意 什么都不用做 好 这样就好 听我说 一会儿我给你指令 你去往后面跑 能跑多快跑多快 千万别回头 绕到后面找到车 马上开车走 听明白了吗 怎么了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 照说的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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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伤了 把酒了 没有 我来不及 我故意把大灯打开 想着捏着光他们看不到我 用手机放到警笛的录音 学聪明了 我们先走了 我怕他们回头 疼吗 不疼 好了 这样真的没事吗 不会感染吗 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放心吧 忘了这个了 要真是感染的话 我还会坐在这儿吗 放心吧 我是专业的 你怎么什么能会啊 今天那个人 是来杀我的吗 他们是冲我来的 冲你来的 为什么 像我这样的人 惹到是很正常 是吗 先通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要出了什么事 不在你身边了 你答应我 不要再找池山杀人的证据 直接报警 他可能因为欺诈罪 会被判个十年或者十五年 但就到此为止吧 你要把自己可能受到的伤害 降到最底 忘记这些事 找个地方重新开始 你 你在说什么 我不能答应你 你心痛 我不能答应你 因为 因为你不会有事的 秦某瑶 你一定不能有事 我要跟你前补充协议 我 我规定你不能有事 你要是有事 我就把你的工资扣帮 在洗澡 洗澡 穷实安全看 时光消除遗憾 是否习惯 好 我道应你 我不会有事的 你 我不会有事的 你 你命中 你是我的答案 我不能信你 不信你 世事变化无常 眼里失去了光 该怎么去掩饰慌张 如何能不舍方 是否可以原谅 深爱的人都在说话 谁又陪在身旁 是一片空旺 只能用直接去丈量 爱指引的方向 会不会是假象 慢慢陷入无形的网 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还能发这么大的火 看来伤得不严重啊 痴战 你有本事 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动手 秦某 你是不是搞错了 在我给集情会的契约上 是你和林心彤 两个人的名字 你们谁也逃不掉 我告诉你 你要敢动她的话 我让你生不如死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有多大本事 你能护着她 那你妈呢 你说什么 很生气啊 那你求我呀 你知道集情会的规矩 雇主不说取消 他们就会执行到任务完成为止 怎么样 你求我呀 你试试 痴战 你别欺人太善 我没什么心思跟你玩猫鼠游戏 集情会的规矩 我知道啊 雇主死了任务自动取消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别别别别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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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各自都有对方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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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应该和平相处的呀 你瞧吧 我们俩做个交易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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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要你手上 全部弧腹的股份 二 离开林家 从零星桶的身边消失 两个条件两条人命 公平吧 我还有 我那六千万 就不要了 全都给你 我不可能离开林心桶 我不会动她的 能轻而一举拿到鸿福的股份 我何必大费周章动她呢 好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 等我确定你能兑现你的承诺 秦莫瑶 你已经骗了我很多回了 这次 你不打算拿出你的诚意吗 你认为 你就很可信吗 这样吧 我让他们先停手 三天时间 你从零星桶的身边消失 我们正式交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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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进来 你不是睡了吗 我在等十二顶 别太感动啊 这个就是个员工福利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签合同的时候 上面有你的身份证日期啊 那你又怎么确定那日期是真的呢 你不会又在骗我吧 到你的 我好像好多年都没过过生日了 那好不容易过个生日 赶紧去 你学了吗 你学了吗 我已经在心里学了 那吹 吹蜡烛 我的礼物了 蛋糕不就是礼物吗 还要什么礼物啊 林仙桶 我可救了你好几次 你就拿个蛋糕打发我 那你还想要什么 要不你送我一个吻 就当做是我的礼物了 好不好 秦莫瑶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反正你也知道我喜欢你 我要什么脸呢 伤口是不是裂开了 秦莫瑶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疼此你算了 生日快乐 那么多好 说得真的 不要脸了 就不意思了 opini 像我说是愿意决定 不容易被全面的女人 都没有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越来越熟练了 下次我再教教你 我再受伤的话 你就可以帮我防针了 你啊 还不如教我一点防身术 这样你打架的时候 我还可以帮你 哪里有什么防身术啊 除非你经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 信童 你下次再遇到危险的话 要是我没有在你的身边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 我要是有危险 你赶不在我身边 你可是跟我签了 天价违约金合同的 你可跑不掉 好 对了 信童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怎么了 你就说你有没有吧 你的后腰上怎么也有一道八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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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醒醒 快 快点 醒醒 快出来 醒醒 醒醒 快点快点快点 醒醒 醒醒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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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去 小伙子 小伙子 快快快走 快走啊 快点 小伙子 快点 快敲开了敲开了 放开了开了 快快快快 火月超越大了 快点 快点火焦 火月超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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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火就吹了 快就吹了 就吹了 小伙子快点 快走 快跑快跑 你这样啊 快跑 快跑 快快快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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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一二零吧 这里发生一起车祸 这里是货宾路 你坚持一下 重重 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小时候皮 爬树上摔的 新童 我们都精神紧张这么久了 今天放天价 先不对付时辰 你有什么想做的 我都陪你 有 我真没想到 你最想干的事情 居然是看个日落 小时候 我爸只要有时间 就会陪我看日落 看来林总 你也是个好爸爸 他是世界上 最好的爸爸 林心彤 我已经完成你的心愿了 那你之前没回答我的问题 是不是也应该回答我了 你说你之前没考虑清楚 那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我以为 我昨天晚上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 生日快乐 怨烦 对不起 我 后知后觉了 那我再说一次 我考虑清楚了 很清楚 就像 当初你承认喜欢我一样 无比确定 谁又陪在身旁 是一片空旺 只能用直接去丈量 爱指引的方向 会不会是假象 慢慢闪入无形的我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没有 你不会丢下我的对不对 我答应你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 我爱你 你不会是假的 我这样就会做到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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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保护好自己 你会喜欢的 请望尧 谁允许你辞职的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 秦柏洋 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 我是不是最近对你太好了 别闹了 赶紧回来 秦柏洋 你不要忘记了 你可是跟我签了卖身器的 你欠我好大一笔违跃金 你可能不能就这么跑了 听到没有 秦柏洋 你有钱了是不是 你以为你有钱就可以抛下我吗 有种你就说话 据我所知 到现在还没有人扛住过集刑会的 三次连续进宫 你这去就是送死啊 池山虽说三天后 会取消和集刑会的契约 但是以我对池山的了解 他很有可能出尔反尔 要从源头上 消除对信童的威胁 我就必须扛过这三次 等集刑会撕毁契约以后 池山就没办法了 秦柏洋 多想想自己不行吗 这些文件你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所有的身价 还有从池山那儿倒腾出来 心童的六千万 我要真出了什么事 你替我还给他 不过在此之前 你最好助我能成功 我可把他的安全问题 托付给你了 秦柏洋 你说的什么鬼话 说的跟交代后事一样 你先别激动 我这不没事吗 我是有防万一 万一 什么万一啊 你把这些给我收回去 我当什么都没听过 以你的名义买下的 宏副股份 你就留着吧 毕竟 我可能还需要你 替我照顾我妈 秦柏洋 对了 我一直以为 池山只想要钱 可他心心念念 却想要洪副集团 还拱手让给了我那六千万 他跟邻国父之间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你挑去叉叉 要真查到什么 别告诉秦柏 想怎么办 随你 秦柏洋 我警告你啊 你 好了 吃饭 菜凉了 记得把碗洗了 好 死男人 收拾得够空的 走了就一辈子都别回来 来 你坚持一下 乘撞 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走 发生一起车祸 这里是湖边路 你的后腰上 怎么也有一刀疤 小兽皮 把树上摔倒 你又骗我 周末 你就这么点本事 是怎么跟秦柏洋 当上朋友的 谁能想到 一个千金大小姐的 反侦查能力这么强 行 你厉害 我有事先走了 等等 你是要去找秦柏洋吧 一起 谁说我要去找她 秦柏洋不是在你家吗 你要骗人也要装得像一点 要不是秦柏洋受益 你会一路跟着我 是不是秦柏洋让你来保护 不知道 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林大小姐 我又没跟你牵什么卖身器 别想支持我 你不是认识她家吗 你自己去找她 她要是愿意给我开门 我犯得着着着你 我不管 反正我就跟着你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就不信你俩不见面 不要跟你就跟吧 随便你 看我 你不信我 哪儿 我 你这个见面 你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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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儿就作废了 秦墨洋 你小子行啊 你这还是投一分的 怎么了 秦墨洋 你小子赶紧给我回来 你再不回来 你的女人就死了 秦墨洋 秦墨洋 你回来啦 秦墨洋 不怪我 他太能喝了 我输了 只能把你给喊回来 你要再不回来 我都死了 我走了 你俩还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管了 你喝多了 我先送你回去 回去 回哪儿去 回你家 我不回去 秦墨洋 你喝多了 别闹 我先回家 有什么明天再说 秦墨洋 你骗人 你亲了人就跑 现在还要赶我走 我没有骗你 我也没有丢下你不管 我只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我只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是吗 那这个呢 这个 这个疤怎么来的 这里 你知道了 为什么要骗我 之前你说过 池珊是救你的人 我跟自己说过 如果有一天你喜欢我 我不希望是这个原因 我希望 你是真的喜欢我 我跟自己说过 如果有一天你喜欢我 我不希望是这个原因 我希望 你是真的喜欢我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不是因为你救我 我才喜欢你的 谢董 秦墨洋 我在跟你表白 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啊 你不是说你也喜欢我吗 信童 我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我不在了 那如果 我不是你所期待的样子 你会不会后悔呢 我现在就很后悔 我后悔 我现在就很后悔 我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发现 我也喜欢你 我后悔 我一直在怀疑你 误会你 我对不起 秦墨洋 从今天开始 我只相信你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相信 你还没有送我生日礼物 金梦瑶 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我的话 要不要试试跟我在一起啊 金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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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醒了 你怎么受的伤 昨天晚上我喝醉了没有看清楚 那你喝醉了 昨天说的话算数吗 我去给你做考虑 后悔了 我林心童说过的话 从来不后悔 好啊 那我们就把 昨天晚上 没做完的事情 继续做完 我去给你弄咖啡 我去给你弄咖啡 欧阳 你有咖啡到了 客厅那柜子里边好像有 好啊 找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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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找到啊 这些 都是假的对不对 你研究我的喜好 怎么博取我的信任 你拿到了 弘腹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这些是你逼来骗 持衫的对不对 听莫瑶 你说话呀 是假的 是真的 你骗人 我没有骗你 一开始我去你家就是带着目的的 我研究你的喜好 分析你的个性 博取你的信任 不要说 我还拿到了钥匙 打开了你装照片的柜子 我找到了很多线索 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不要再说了 新童 但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得到你们集团的股份 那是为什么 这些股份又是怎么回事 你说了吗 这些股份是你爸爸传给我的 别哭 安慕 你帮了我那么多次 这一次能不能告诉我这件事 可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们家 我想先查清楚再告诉你 但我不希望这件事影响我们的感情 在黑暗中视的爱 你还是什么都没说 新童 你不要走 你说过 不论我做什么 你都相信我 不要离开我 你让我走吧 田某妖 我要露惊一下 我 爸 爸 你和他到底有什么事 是我不知道的 真希望你可以一直看不见 这样你就不会 被眼前的事情伤害 又希望你能马上看见 能变得像以前一样快乐 明明那么在意我 是什么原因 会让他一直瞒着我 一样一样就要是谁 就要是谁 你能不能变得像以前一样 你什么时候能看见他 出去 要不是我去医院给你取药 我都还不知道呢 你不用这么假惺惺地对我 也别再想撒什么谎来骗我 你和石山滚在一起我都看到了 是吗 雨薇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我们好像都没有好好聊一聊 你觉得 我们还有聊的必要吗 有啊 比如 你从来没有真正告诉过我 你为什么突然要这么怼我 林星头 我不是突然要这么对你的 我已经计划了很久 很久 我做了什么事 直到你这么恨我 做了什么 你该不会忘了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吧 因为我爸 因为我爸是你爸的司机 这么多年 我爸一直对你爸卑躬屈膝的 小的时候他就指着你跟我说 这是大小姐 让我以后 让我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服务你 就像我爸服务你爸那样 可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下属 我一直把你当做最好的姐妹 那又怎样 你也一直都高高在上的 而我却敌人意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是这样想的 我就是这样想的 看在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 看在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 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身边的秦莫瑶 曾经比你还要高不可攀 他们寝室集团为什么破产 你知道原因吗 因为你爸 因为你爸 因为你爸骗了他们家倾家荡产 不可能 我爸不可能做这种事 是不是真的 你随便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当年哄腹吞病寝室 可是商界的一个大新闻 秦氏的老大秦氏杰 跟你爸是相交多年的战友 他爸就是因为受不了 这个打击自杀的 林兴桃 你身边所有人的不幸 都是因为你爸 你想知道老天 为什么这么对你呢 那你就下去问问吧 如果他就像他这样子 他真是一样男神 他有 producción之神 想得了那些人 然后你准备活动 �서有个人 我真的贵 吗 我真的好 你 没有 起来吃饭 你别管我 齐某友 你不要让我看不起你 你不起来是不是 不是 我现在就去把那个女人解决了 省得你在这儿为了她要死不活的 你不许去 秦某友 你别忘了 池山下雨为可还得意着 你这个样子你怎么保护她呀 她不需要我 你别骗自己了 她需要 你心里知道 那两个人的生死契约已经作废 别打电话来了 林心童早就能看见了 并且早就发现了我们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再拖了 你那边什么情况 完了 全完了 什么意思 秦某 秦某她竟然把接行会搞定了 那她承诺给你的股份呢 原来她跟我谈条件 说要离开林家 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 这个混蛋 她竟然又摆我一道 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那你的股份呢 你不是还有宏副百分之十八的股份吗 虽然不多 但是也值不少钱的 我都递给高利贷了 为什么 我本来想着 宏副股价高位的时候 多低点钱 低价的时候再购入 那是 那是被秦某抢先一步 那如果现在把钱还回去 是不是可以把股份换回来 你别太天真了 那是高利贷 你知道现在已经多少钱了吗 我怎么还 我本来想着 拿走秦某摇的股份 那这一切就好办了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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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 我去找彤彤啊 我现在去求他原谅我 他就能救我 他就能救我 先解决这款 你是不是疯了 你精神不清楚了 他怎么可能还原谅你 不是还有你吗 这些都是你主使的呀 我可不知道 蚩山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事到如今 你要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 下雨薇 你不会以为 我是真的喜欢你吧 我从一开始接近你 就只是为了认识林心童而已 蚩山 我可是知道你很多事情的 你就不怕 对 你是最了解我的 你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所以我还是劝你 你不要进去妄动 不要进去妄动 童童 给我几分钟 就几分钟 我跟你坦白所有的事情 你跟我坦白 对 童童 我后悔了 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说吧 说吧 你干嘛 童童 以前都是我的错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我是真的放不下你 都怪雨薇 我就不应该听她挑唆 任她摆布 以前那么伤害你 你 所有的计划都是她做的 童童 她跟我描述 你爸是一个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人 甚至 还逼下手去死 她还跟我说 如果我和你结婚了 那我也会成为你爸的剃罪羊 我也是一时昏了头 所以才会听信她的话 晨晨 你还想跟我演戏到什么时候 我爸明明就是你杀的 你还不想承认吗 童童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你爸的死是个意外 既然不是你杀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偷她的头发 可惜啊 你到今天都不知道 那里头发 是假的 是假的 而且 地高星的浓度 根本没有办法在头发里面查出来 你跟晴木有设计套我 我套你 又怎么知道你就是杀人凶手 你心痛 你因为你这样就可以威胁到我吗 你根本就没有实质的证据 早晚会有的 可惜了 我本来想跟你好好和解的 但是你非要跟我撕破脸 那我就没法按计划跟你客气了 你要怎么不跟我客气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 别害怕 我怎么会杀了你呢 我还没拿到你的股份啊 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对你好 你忘了吗 我们可是要结婚的 秦墨瑶 好 赤山 你最好现在就给我离开这儿 你们别太得意呀 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会陪你慢慢玩 你来做什么 这是要干吗 拿自己当诱饵逼她杀你是不是 林心头 你怎么这么傻呀 这不关你的事 只要是你的事 就关我的事 你干嘛要这样对我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 我爸害死了你爸 秦墨瑶你不需要这样 你走吧 林心头 你都知道了 是啊 我都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了 秦墨瑶 是我们林家对不起你 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你了 这都不重要 这不是你的错 我 我在乎的是你 跟你是什么人没有关系 这很重要 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要来我家 为什么会做那些事情 可是 我爸害得你那么惨 你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地保护我 我 因为我爱你 我自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以后 我就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 我只想保护你 在你暗中是等熬过着 可是我没有办法忘记 我们俩对你造成的伤害 千里得的去跟你在一起 更没有资格 要求你忘记这样的仇恨 对我好 秦墨瑶 我 我们终于是不可能的 不 你不要再来找我 你不要说这样的话好不好 自从你上次走了以后 我就像死过一次一样 我们忘记所有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不用 我只要看到你 就会想起你承受的一切 就会想起我爸对你造成的伤害 你不要 我求你 你碰过我了 就是我 慢慢陷入无形的我 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 把誓言都点燃模糊答案 还能否带走我的不安 在对峙中试探不想再多深 把誓话都说为如何是愿 不过我不会走 我会在你身边 不管你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还是否习惯 你的爱 此时又温暖 慢慢忘了试探 引着光靠岸 为我留灯一盏 不再孤单 命中 你是我的答案 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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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爱的人都在说谎 谁又陪在身旁是一片空旺 只能用直接去丈量 爱指引的方向会不会是假象 慢慢陷入无形的我 在黑暗 在黑暗中试探 熬过这夜晚 把誓言都点燃 模糊答案 爱能否 带走我的不安 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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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的走了吗 这样也好 喂 贵浩 滚头 你有没有心啊 你怎么那么狠啊 他刚为你受伤 你怎么能让他淋雨呢 你是不是你爸害子 他爸还不够 你非要把他弄死才算完 他 他怎么样 他撑着回来 吃完药 晕倒了 晴梦阳 你怎么来了 我一会儿就过去了 你发烧了 你脸色好差啊 其实 你是在乎我的事吗 我当然在乎了 我之前跟你说的 那些绝情的话 要跟你走 不要跟你在一起什么的 都是因为在乎 因为太在乎了 不想你再承受这些了 我都知道 我也不想让你 才成不自己了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我要是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就好了 你骗人 对 我就是骗人 你都骗了我那么多回了 不允许我骗你一回吗 你只要不再推开我 我允许你每天都骗我 那我可能 每句话都在骗你 别说的 别说的 比如 我一直都很讨厌你了 今天早上 我一点都不担心你 你不在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 比如 我不爱你 我 我敢 不要再相互折磨了好不好 谁又陪在身旁是一片困茫 只能用直接去丈量 爱指引的方向 会不会是假象 慢慢陷入无形的网 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一晚 把誓言都点燃模糊答案 还能否 带走我的不安 在对峙中试探不想再多深 把誓话都说我如何释然 在深圈 听见你的呼唤 在你镜中试探 重拾安全感 时光消除遗憾 是否习惯 你的爱 如此炙热温暖 慢慢忘了试探 迎着光靠岸 你为我留灯一盏 不再孤单 你命中 你是我的答案 你不是大看 你没有想到 是怎么办 你不想到 是怎么办 你要稍微 倒想到 你真是 优优独播放 不是 好 怎么 一听到秦沫瑶 就肯来谢我了 有话快说 我这有些视频 想跟你看一下 莫瑶 我求你 我不能死 我可以把我的财产都给你 但是我的女儿不能没有我呀 这与我无关 你逼死我爸的时候 你有想过他的妻儿吗 所以你是什么意思 直说吧 难道你没看到吗 换遗嘱的人是齐莫瑶 威胁你爸的也是齐莫瑶 他甚至还转走了我的六千万 所以呢 所以 你不认为你爸的死跟他还有关吗 我相信他 你相信他 你跟他才认识多久啊 那你知不知道 他是齐莫 秦氏集团的独生子 洪副现在最大的股东 这些我都知道了 你还想说什么 林心头 没想到啊 你就这么喜欢他 那我就更不能让他活得那么痛快了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乱来 我就把 就什么 就告我呀 你拿什么告我呀 你有任何证据吗 你别忘了 法庭只讲证据 我的六千万 是你盖章画押转给我的 我咨询过律师了 我所有的手续都合法合规 可是钱被秦莫瑶偷了 至于你说我杀人这个事 对不起啊 这个证据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了 我早就把它删了 你无耻 这个证据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了 我早就把它删了 你无耻 对 但秦莫瑶不一样 我有视频有录音 换回来的遗嘱上还有他的指纹 这些证据 最让他坐监狱了吗 那你尽管你去好了 他评论我那么久 你觉得我还会在乎他吗 你不在乎 你一听到关于他的电话 就立马下来了 你不是已经告诉我的案了吗 要是我把这些信息都公开的话 不仅你的秦莫瑶会坐牢 红副集团 红副集团也会陷入舆论的风波 你是知道现在红副集团现金流的状况 只要股价连续暴跌 你把子江山 就会毁在你手里吧 你想要什么 我们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结婚 好吧 你别忘了 在别人眼里 我还是你的未婚妇啊 考虑考虑 我等你的答复 等等 那那个秦莫瑶 先别轻酒妄妄 我的脾气 也不是那么好 申妻 不要 玫瑶 玫瑶 馨桐 林馨桐 馨桐 你去哪儿了 我看家里没有吃的 我就去买了一点 怎么了 我刚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离开我了 我醒来发现你不在 我就以为你走了 林馨桐 如果没有你 或许你身边这些人 都可以过得幸福一点 给我 拍拙 你来我这干什么 又想找我麻烦 雨薇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那你干吗 羞辱我 对不起 现在知道对不起我了 你 刚才的对不起 是为上次我生日会的事情道歉 虽然你不知羞耻地 戴着我的订婚戒指 但我确实不应该 当着那么多朋友的面羞辱你 刚才的巴掌 是为这些年来 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现在 我们俩清了 年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夏雨薇 一直一来 你都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那天看到你和池山在一起的那瞬间 我难过的竟然都不是未婚夫的背叛 而是我失去了一个二十年的好姐妹 只是我心里从来没想过 你竟然会是这样看到我的 这个订婚戒指 是池山送给我的 或许对你来说更有意义 我把它送给你 其实那天你跟我说了那么多的话 或许只有一句话是对的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我的话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我的话 或许我身边的人 都可以过得幸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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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最后一次送你东西了 希望你收下 陈珍这个人我最了解了 他一旦盯上了秦莫瑶 就不会轻易放过他 无论你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陈珍杀了我爸爸 可我连证据都找不到 连法律都制裁不了他 我要做的事情 不光是为了秦莫瑶 查到什么了 这小子藏得可真深啊 关于他的事呢 我费了半天劲 才查到这点资料 你看 这些是当年的新闻 秦氏集团的事情出了之后 洪副集团面临被调查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 刘远山是替林国父背的过 这和秦莫瑶有什么关系 这个刘远山 是秦莫瑶的养父 你这有什么意思 当初池山转空林心童的钱 是你替他操作的吧 他一直知道的是 林心童账户里边有六千万 他应该不知道 还有三千万早就被你掌控了 那又怎样 你说 如果他早就知道了 你暗暗背叛的话 他会怎么样 你暗暗背叛 当然 或许你并不害怕 因为你手上 也有他的把柄 我能有他的什么把柄呀 你有 而且只有你有 当初书房的监控 是你最先查看的 你单独处理过 你在池山身边这么久 你不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 你不可能不给你 池山杀人的证据 你一直有备份 对不对 池山杀人的证据 你一直有备份 对不对 既然你知道我有 你居然能忍到现在才来找我 我一直在找实际的证据 池山做事确实滴水不漏 不过你们已经闹掰了 我来找你合作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秦梦瑶 你当初把我跟池山骗得有多惨 我怎么还敢跟你合作 我答应过一个人 我会再骗人了 林心童 你说得对 我确实不会不给自己留后路 但是这么大的底牌 我也不可能现在就给你 不过 我可以拿另外一个消息 给你交换 池山还有一家公司 是她的养父留给她的 她现在正在利用这家公司 想要搞垮洪福 当然 核心目的 还是为了得到洪福 公司信息 在你手机上 关于你的账户资料 我会找人处理干净 夏宜卫 刚刚我跟你说的事情 你可以考虑一下 进 处理好了 嗯 按照对度协议 只要洪福 在下个月没有完成预定的营业额 他们就要赔付大额的资金 那他们现在市场占有率怎么样 他们现在还差百分之二十的业绩 我看大概率是撑不住了 是这份 你肯定吗 嗯 我看过洪福跟秦氏的文件 里面的套路跟措辞一模一样 池山就是想用他养父之前 对付秦氏的方法 来把洪福彻底击垮 这样 他就能吞并洪福 我们要找到里面的漏洞 不能让他到城 我去接个电话 嗯 林心潼 你考虑的时间也是够久的 看来你是不想答应了 我把我的股份都给你 你不就是想要洪福吗 我把我的股份都给你 嗯 我想要的 不只是洪福 你最想要什么 那我就要毁掉什么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那我只能毁掉他了 我答应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洪福集团给我们发来了律师函 要求申请我们的合同无效 凭什么无效 他们有什么理由申请无效 他们说 根据民发典第154条 协民人与相对人的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他们找到了证据 证明我们给胡复下套 所以这个合同应到无效 他们还说第157条 你这边这个公司 应这个合同所取得的金额 都应到晚还 滚 滚 滚 是你干的 看来池总已经收到律师函了 池总也太不小心了 你用的第三方公司 居然是你跟夏宇威搞钱的公司 你可别忘了 你的那笔钱 是我借上人替你们捣腾的 我随便一查 就抓到把柄了 你在教我做事 池总犯的第二个错误 就是用了你当年养父一样的招数 钱家怎么破产的 我可历历在目 我绝对不会让洪富 再重蹈覆辙 洪富可是你最大的仇人 我可是洪富最大的股东 池总难道忘了吗 看来这一局 池总又输了 上一局的账还记着呢 这一局 要不要一笔结清啊 输 你以为我会输给你吗 早着呢 秦莫瑶 我还有一张最大的王牌 我要让你痛不欲生 后悔一辈子 我跟你说过 你不许动他 否则 我让你生不如死 走着瞧 你先出去 这是什么意思 只要你答应离开彤彤 这些钱都是你的 你打不下花子呢 世珍 你养父当年做错了事 你不能再步入他的后尘 你还遗嘱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 这事我要是公开出去 你是要坐牢的 我看在你跟彤彤交往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放你一马 放我一马 现在应该是你跪着求我放你一马才对 这几天你去想打发我啊 你走吗 我想要的是整个洪府 叔叔 你老了 洪府集团跟彤彤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你 既然你非要逼我 那我也只能走法律手段了 我逼你 明明是你逼我 叔叔 我之前跟你说过呀 你心脏不好 吃太多地高性 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来 叔叔 叔叔 来人哪 来人 叔叔 叔叔 快醒醒 叔叔 叔叔 快醒醒 叔叔 你 咪 我 你 peas 天 还是 员 听情绪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如果没什么事 你就先回去吧 一位 我们俩这么多年了 你这么冷漠 冷漠吗 你当初决定抛下我去找灵芯头 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嫁祸给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自己了 冷漠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可就伤心了 池山 你就别再假惺惺的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以为是我在帮你出主意 你在帮我对付林家 但是我最近才发现 我一直都是你手里的一颗棋子 我可真傻 你可不傻 你一发现我不可靠了 就马上投靠了齐磨妖 论审是多事 可没人比你厉害 怎么会 池山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投靠她呀 那我不是把自己给抖进去了吗 一位 你学会骗我了 这样可不行啊 你要知道 我自己的那间公司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法人都不是我的名字 秦武瑶怎么会注意到 她这个名义上的大股东 根本就没有管过洪富的事情 洪富那么多合同里 偏偏就发现了这一切 如果不是你说的 那你告诉我 她是怎么发现的 池山 你放开 好 既然你不想说 那你解释解释另外一件事情 下一位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给我的那张监控卡 今天为什么被人复制过 我 池山 你开什么玩笑呢 卡被复制过 怎么可能被看出来 你不知道看视频的详细信息 会显示最后的修改时间吗 你怎么 你既然敢告我的秘 就不应该担心会被我发现 下一位 我就是要太相信你了 没想到你会因为她背叛我 没想到你会因为她背叛我 看来是我错误了 北方呢 把卡给我 池山 北方我真的已经杀了 你还想骗我 我真的没有给他 我现在去拿给你看 你吗 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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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山 我真的死了 沈山 我真的错了 沈山 沈山 我又不会再这样了 你原谅我吧 沈山 我再也不会错了 沈山 我再也不会了 你竟敢背叛我 你竟敢背叛我 我 我 你竟敢背叛我 我 我 啊 为什么要喝酒啊 没有为什么啊 就是好久没有一起喝酒了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酒吗 你故意把我灌醉 结果你根本没醉 就是在偏我 我可没骗你 我只是说我喝多了 没有说我喝醉了 想死夺理 你就是想占我骗你 我要是一开始就选择彻底相信你的话 说不定现在我们已经把池山送进监狱了 放心吧 很快就要结束了 池山已经失去她的一切 等我再拿到她那些证据 不会再有了 秦梦瑶 池山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毁了 留下的 都是对你不利的证据 秦梦瑶 之前都是你保护我 这次 万我保护你 我不会太过来 在小看 乖 下药这种事情 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做得那么明显 还有 从来没有雇主保护保镖这种事 哪儿也别去 乖乖留在家里等我回来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回来 这次绝不平 喂 119吗 对 我被困住了 地址是 千语路二十八号 对对对 请你们快点过来 看到是我 你好像不是很惊讶啊 当然 我上次是故意告诉你 我要对付灵星桶 你自然也猜到 我已经从他身上下手了 你那么在乎他 肯定会盯紧他 又怎么会给我机会接近他呢 这么说来 我倒是落在你的算计里去了 也不全是 但是 秦莫瑶 这局是你的毕书局 你要是来了 我就不会让你活着离开 你要是没来 那我就会顺理成章地跟他结婚 所以无论你来不来都是输 不过你也算给自己找了一个好一点的结局 但是 你死了 我一样会得到他 秦莫瑶 就算你在下面 也会很痛苦吧 秦莫 你就这么恨我吗 是 因为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当年 我爸兢兢业业地替林国父打江山 吞了秦氏 让弘复成为江城数一数二的上师集团 可到头来呢 林国父得知他的手段好 却谴责他 甚至逼他去自首 我爸是心灰意冷才死的 林国父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是你秦莫瑶 是你不依不饶非要打官司 还要捅向媒体讨公道 是你 是你逼死了他 当年所有人都以为 是刘远山替林国父为过 就连我也认为 真正的幕后主使是林国父 但其实林国父 根本不知道实际情况 对 你可能还不知道 给秦氏下套 是我给我爸出的主意啊 我太知道林国父是什么样的人了 他要是知道收购秦氏是下的一个套 那他肯定会反对啊 赤氏 赤氏 你真的是罪无可恕 是你们太蠢才会上当 这些日子 我每天都在想 既然是我和我爸替他做的这些事 那这一切应该是属于我的呀 我费了这么大的劲 这些人 终于要娶到林家大小姐了 然后你出现了 短短三个月 你就拐走了我的未婚妻 搞走我的钱 弄垮我的公司 秦某 你说 我能不恨你吗 被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觉得我挺有能耐的 要不这样 我们最后再赌一局 我为什么要跟你赌啊 我这条命不值钱 但我拿来赌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赢了 你就去自首 不再找林心头的麻烦 要是我输了 我就把洪富所有的股份 和我所有的财产 全部给你 行 行 还是不行 成交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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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伤还没好拳呢 昨天晚上夏雨薇给我发了信息 让我今天一早去找的 我怕是去不了了 你提我去 无论如何 今天你都要见到他 我怕是去不了 我给你 你自己看 喂 喂 110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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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话 别说话了 我现在在幼儿园 喂 我这里有一个伤员 到我上 地址 在万福路旁边的仓库 你们快一点 放心 没事 我不会死 好 好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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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姐 阿妩 不能睡 不能睡 你姐姐就马上就到了 我上去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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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g我一个人 不要g我一个人 阿妩 你不要吓我 你先吓我罗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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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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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被告人池山 犯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盗窃罪 经审判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大小姐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出发去墓地吧 阿墨 事实变化无常眼里失去了光 该怎么去掩饰慌张 如何能不舍否知否可疑量 深爱的人都在说谎 你来迟了 还好 不管 谁又陪在身旁是一片空旺 只能用直接去掌量 爱指引的方向 会不会是假象 慢慢陷入无形的望 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 把誓言都点燃模糊答案 爱能否 爱能否 带走我的不安 在对峙中试探 不想再多深 把神话都说温柔和释然 把神话都说温柔和释然 把神圈 听见你的呼唤 好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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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温柔和释然 下读到我 的宫杰 好不安 没想到